歡迎收看大外記觀察 縱觀橫語 洞察先機 我是吳俊儀大宇 當所有人都在沉浸在伊朗和以色列的衝突 會不會繼續擴大的時候 在亞洲這一邊就上演著一場真正的金融大戰 很多國家都正在抵抗美國的收割大戰 隨著美國經濟預期以及中東局勢的變化 導致美元指數瘋狂地上升 而非美元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紛紛淪陷 其中亞洲貨幣的跌幅最為嚴重 例如韓國的WALT已經跌至11個月以來的新低 日元也跌至34年來的新低 印度奴比也突破了去年11月以來的新低點 除了以上這些亞洲大經濟體的國家之外 一些小型經濟體國家的貨幣 例如印尼盾、越南盾、菲律賓比索 就更加不用說了 現在越南盾更加創下了九年以來的新低點 真是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而美國內部的問題都重重 加息加不到 降息又降不到下來的情況下 只能夠發動一場的貨幣戰爭 來收割全球的財富 為美國續命 中美金融決戰是否已經到最後一刻呢? 人民幣又會不會成為亞洲最後的希望呢? 今集大約和大家說說亞洲貨幣保衛戰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WKTV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不在餐桌上就在餐單上 美國已經表明了態度 黎明之前的黑暗將會是最危險的時候 而在減息之前美國再次出手 而這一次美國的手就伸到我們亞洲市場 亞洲多國打響了貨幣保衛戰 美元收割正式來臨 根據美國商務部發布的統計數據 美國3月份的零售銷售額較上一個季度 成長了0.7% 高於市場預期 勞工統計局的數據亦顯示 美國3月份的CPI增長到3.5% 核心CPI達到3.8% 環顧的通脹情況進一步加劇 極大削弱了美元減息的預期 美元持續走勤 多個國家已經正式打向了貨幣保衛戰 而這些國家更加說的是亞洲的國家 這次可以說是美國的一場突襲之戰 而聯儲局的鮑威爾 更加親自打響了貨幣保衛戰的第一槍 因為一開始就說要減息的聯儲局 由鷹派突然變成鴿派 鮑威爾宣布聯儲局將不會急著減息 而聯儲局更加大肆地開始討論加息的前景 也就是說聯儲局覺得現在的火候還未夠 要再加一把火下去 令美元進一步走強 同時作為美元輔助貨幣的日元 更加出現大跌 而日本就沒有像去年那樣直接出手干預 而是跟韓國一樣只是在口頭上握幾句 說到要穩住匯率 短期有效的治療手段 無非都是介入兩個字 口頭干預其實也是各國央行常用的手段之一 說得好聽點就叫做 前瞻性指引預期管理 說白點只不過是拿著大聲公警告大家 不要跟著做空 我已經了解到本幣的貶值了 再貶下去我頂不住 隨時可能會出招 日本、韓國、泰國的央行就是這樣做 然而這種方式就需要依賴自身的經濟實力 經濟人性強的話更好一點 但一旦經濟實力一般就根本沒什麼用 甚至乎會觸發起市場的動盪 這次不少亞洲國家的央行動是出其地一致 紛紛打響了貨幣保衛戰 背後明面上其實是跟美國推遲加息有關 但實質上是跟美國大選人為製造的 逆後經濟復甦不平衡有莫大關係 大家要知道 日本其實今年已經開始轉向 跟隨著美國加息 但日本的加息就不單止影響了日本的市場 畢竟日元作為全球第四大儲備貨幣 而且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以來 日本更加是亞洲國家融資的主要場所 所以在美日相管齊下的情況下 日元就創下了三十四年來的新低 去到一百五十四點五左右 而韓元更加是去到一千四百點 這個都不算是最慘 最慘的是越南 越南來到二萬五千二百點左右 創了歷史的新低 同時更加有印尼和印度 也創下了歷史的低點 印尼為了要抵禦匯率出現大跌 親自落場 購買印尼盾來限制貶值 而且更加表態將會透過干預 和出售高價的債券 來支撐本國的貨幣 可以說各國為了保衛本國的貨幣 已經使出了一切可以用的手段 仍然這一切才剛開始 因為美國維持高息的可能性大增 同時無論是越南還是印度 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 都是小過本國的負債 同時出口國也集中在美國和歐洲 例如現在的越南外匯儲備 大約只有1000億美元左右 但他們的外債達到1967億美元左右 而作為出口導向型的越南 即使他們的匯率貶值 但他們的出口並沒有出現暴漲 而是出現了一定情況的下跌 甚至乎是不達預期 而且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近期的大宗商品也慢慢在漲價 例如銅、錫、原油等等都逐漸走高 而對這些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國家來說 將會是絕殺 而且更加關鍵的是 這些國家製造業都是以日韓投資為主 前有美日加息圍堵 後有美國拉高大宗商品釜底抽薪 可以說亞洲各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而中國就會是亞洲唯一希望 最近看很多評論都認為 美國意外延後加息 才是導致亞洲不少國家貨幣貶值的 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但於認為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早前美國猛烈地加息潮 就吸引了全球的資金回流到美國 而次要的原因 才是美國意外地推遲加息 導致各國的減息預期管理不同步 即是甚麼呢 即是說要知道在疫情期間 全球幾乎是高通脹的 大家都是專注著加息來抗通脹 行動各國來說相對比較一致 然而經過2023年一年的時間 2024年有不少的亞洲國家的通脹其實是在緩和中的 並且已經觸發了要靠減息 來支撐新一輪的經濟擴張的時候 而在這時候 美國就因為通脹超出了市場的預期 4月份聯儲局不斷釋放出要暫緩減息的訊號 全球央行減息行動就開始變得不一致 這樣就形成了利息差的擴大 造成了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的預期 在本國相對低的利息借入本幣 再換成美元來收取較高的利息 這個操作當中是涉及了一些交易成本 所以當利差是比較小的時候 是無利可圖的 但一旦利差擴大了 就有利可圖了 所以美國延後減息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通脹 又或者說它的經濟熱度 到底是甚麼原因 造成美國通脹下滑的節奏 並沒有跟上全球的步伐 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財政 今年2024年美國的財政開局 比去年2023年更要勁 第一季就已經用了5.7兆美元 對此在16日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 《世界經濟展望》 就專門對美國提出了批評 他說美國近期在已開發的經濟體當中表現出色 但這部分是由於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所推動的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我跟大家翻譯一下 當其他國家在加息令到經濟冷卻來擴通脹的時候 你美國就靠財政的政策不斷花錢 企圖提高你自己的經濟熱度 但現在經濟熱度上去了 通脹又壓不了 聯儲局又不敢減息 那色差就會衝擊了外匯市場 所以聯儲局然後減息的根本原因 或者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在於美國財政花了太多的錢 將經濟熱度推上去所致 那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跟十一月的美國大選有很大的關係 經濟好 國內的民眾的支持就自然會好 其實不單止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小的細節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 就是聯儲局在管理減息預期的節奏上 都出現了問題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聯儲局是甚麼時候開始向市場傳遞要減息的訊號呢? 其實就在去年的十月尾 在2023年的七月 美國就結束了加息的週期 但市場似乎就根據美國的經濟熱度 覺得不是很舊 所以美國十年期的國債支息率 一直從百分之四升到百分之五 市場自己在加息 或是因為聯儲局都察覺到市場的實際利率這麼高 很容易會令到經濟無法軟著陸 於是就開始引導國債市場 透過國債支息率下跌來實現不減息的減息 這亦令到市場收到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聯儲局開始為減息鋪路 美國的利率市場普遍都認為 今年五月就會減息 所以美國的股市一片寬騰 亦為黃金和買加密貨幣打了計決 但是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的三月 明明美國的通脹和經濟數據 都是超出市場預期的 不具備減息的條件 利率市場亦將減息的時間點推遲到九月 還說這個機會率達到八成 到了今年的三月 聯儲局仍然釋放要減息的訊號 到了四月份 聯儲局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說減息可能要緩一緩 拿最新的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的說話來說 就是通脹缺乏進一步的進展 讓高利率在更長時間內發揮作用 可能是合適的 按照目前的節奏 我就認為在美國大選11月還未出結果之前 美國財政要花的錢的力度也不會減少 這樣就令到美國的經濟熱度不會降下來 繼續推遲聯儲局減息的預期 說不定今年根本不會減息 這樣一來 亞洲不少國家的貨幣仍然會繼續承受壓力 要打保衛匯率戰 在這場全球貨幣和美元的對抗當中 為什麼亞洲受影響會最大呢? 其實是有三個原因 首先就是亞洲國家相對來說 債務是比較多的 他們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干預會市 但他們總的經濟體量也不小 這樣就被華爾街的一些財團 做空這些國家貨幣 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例如在1997年的泰國金融風暴當中 當時在扣除了短期的外債之後 泰國的外匯儲備只剩下200億美元 這樣就給索羅斯等華爾街的財團 提供了做空泰銖的最好機會 從而最終波及到整個亞洲 其次亞洲國家很多都是新興的經濟體 他們往往選擇了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因此就放棄了匯率的穩定性 這就是其中一個我們經常說的經濟術語 叫做蒙代爾不可能三國 即是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達成以下三個目標 第一就是固定的匯率 第二 自由的國際資本流動 以及獨立的貨幣政策 簡單來說是一種經濟上的三難困境 即是這三者之間任何兩者的實現 都會排斥第三者的實現 例如如果一個國家選擇了固定匯率 和自由資本流動 這樣它將會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 認為任何對利率的變動 都會引起資金流入或者流出 進而影響到匯率的穩定 這個理論就揭示了 國際金融政策的基本制衡和取捨 幫我們理解到各國如何去 在追求穩定匯率、自由資本 和獨立貨幣政策這三個目標當中作出抉擇 但在金融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底下 本國貨幣就容易受到美元匯率波動 而受到牽連 美元一加息 大量的資金就會走 美元一減息 大量的資金又會進回來 本國是完全沒有政策 進行干預外資的進出的 再者就是出口替代模式的缺陷了 亞洲國家往往更加依賴出口經濟 例如韓國被譽為全球經濟的金絲爵 全球經濟稍為有什麼風吹草動 韓國肯定是第一個感受到的 而眼前最重要的問題是 亞洲貨幣普遍下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歷史是否會重現呢? 然而歷史雖然沿著不同的穩腳走來 但面對的對手早已發生了改變 而在這場看似美國的收割當中 中國或者將會是亞洲各國唯一的希望 在這次美國對亞洲各國的遺剿當中 最令美國意想不到的 就是人民幣相對比較穩定 雖然一度是跌到7.28左右 但很快又收回來 穩定到7.25左右 而美國為了對我們出手 位於更加在一個星期之內 連續兩度對我們下調評級 可以說美國知道亞洲貨幣的根 其實就是人民幣 只要將人民幣拉下水 這樣其他國家的貨幣就會應聲倒下 再次上映了97年的歷史 泰國貨幣貶值最終爆發金融危機 最終蔓延到整個亞洲的國家 但今天的中國就不是曾經的日本 曾經的日本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手中是掌握著大量的美元 但當時他見死不救 將亞洲各國接連倒下 美國就贏到盆滿博滿 而今天東盟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貿易集團 同時東盟跟我們的經濟變得越來越密切 美國想要透過將亞洲各國引爆 從而波及我們的外貿 最終將我們拖下水 只能夠說美國想多了 今天的中國不是曾經的日本 在美國收過亞洲的同時 其實我們也很快速地拋售美債 這次更加拋售了227億美元 在美國的核心利益上對美國出手 同時我們的高層也近期出訪了印尼這些國家 目的就是要確保周遭國家的穩定 而且雖然看似美國這些出手非常狠辣 連日韓也不放過 但也說明了美國已經到了最後一刻 估不到那麼多 所以基辛格說得沒錯 做美國的敵人是可悲的 但做美國的盟友是自明的 而且中國不是其他亞洲國家 經濟嚴重依賴外貿 說起來也要多謝美國 當年的那場貿易戰 令到我們意識到經濟依賴外貿的風險 對俄羅斯的各種打壓 亦都令我們意識到手上拿著太多美元的風險 自此之後 我們就開始想辦法降低經濟的風向 一邊要削減手入美元的債券 從高峰的時期1.2萬億美元 削減到目前大約7000億美元左右 除此之外 我們還大力發展內循環經濟 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大力推動新則生產力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不斷幫我們查漏補決 告訴我們哪些環節和領域存在缺陷 例如半導體 都是在美國的刺激下 迫使我們自力更生 最新的數據顯示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已再到歷史上揚 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上的份額又增加了 有評論者認為 美元這次又再呈現出現席捲亞洲的局勢 其實真正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收割中國 周邊貨幣不斷貶值 人民幣貶值壓力亦會增大 將人民幣拉下水才是美國真正的目的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前週已經響起了 最大的想說 匯率是一個國家經濟的體現 只要我們的經濟穩定 我們的匯率就會穩定 中國穩定 這樣東盟就不會出現大的變故 而且要知道 聯儲局現在是背著34.5兆美元左右的美債 在進行收割 這樣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它的壓力也不小 說金融戰的確美國是佔進優勢 但今時今日的中國 和1997年的中國相比 我們亦都成長了不少 美國要再次收割亞洲 會不會成功呢 我就不知了 但難度一定比1997年大 隨著亞洲貨幣保衛戰的開始 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亦都只會進一步增加 這裡是屈基觀察 我是吳俊儀大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會否作出還有一集再見 這麼多的 是 這集再見 帥 我招致 遷心